奥尼尔正在海边忙忙碌碌寻宝藏 突然挖到一个箱子 他觉得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可打开一看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具被扭曲到了极致的男士 警方接到报案后来到现场 探员们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凶手是如何将一个成年人 塞进一个不到30厘米的箱子里的 探员将木箱带回了实验室 法医像丁小姬一样将尸体提了出来 可由于尸体已经过度僵硬 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态 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试检 死者的四肢和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瘀伤 手臂上还有被人猛抓过的痕迹 法医推测 死者生前可能遭到了殴打或者虐待 随后被人折断了骨头 活活塞进了木箱中 可看完X光片后 法医都惊呆了 死者的骨骼居然完整无缺 没有任何骨折和断裂的痕迹 按道理来说 身体都被扭成麻花了 还被塞进如此狭小的木箱中 骨头多多少少肯定会有损伤 探长这是推测 说不定他是一位杂技演员 本身就掌握这种技能 他可能是自己钻进箱子里去的 另一边 探员检查了箱子 在上面找到了一撮麻绳和一根毛发 从毛发的粗细程度来看 这应该不是人类的头发 经过检测后确定 这根毛发来自大象 这也让众人更加确信 死者是一位杂技演员 探长拿着死者照片 来到当地的马戏团调查 一位名叫白灯的老演员 一眼就认出 照片上的人正是自己的儿子普朗特 可儿子昨天还在台上表演 怎么今天就死在小盒子里面了 老父亲回忆道 儿子昨晚上表演完后 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也不知道在骂谁 之后就一直联系不上 这时 另外一个演员进三走了过来 还没等他说话 老演员就走上前去 照着他脸上就是一个 以后 两人立马就扭打在了一起 现场直接乱成了一锅粥 等探员们将两人拉开后 男人才告诉他们 因为儿子人气特别高 是马戏团里当之无愧的一个 而这也让进三一直极度不已 一直对儿子怀恨在心 所以他认为儿子的死 肯定是进三干的 可面对这样的说辞 进三则表示 自己确实极度普朗特 跟他父亲也合不来 可造化弄人 自己的女儿却十分喜欢普朗特 久而久之 两人还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 经常会在后台的筹备厂约会 自己不可能会杀害女儿的心爱之人 之后 探员来到进三说的筹备厂寻找线索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一辆小推车 推车的轮子上还有沙子 旁边还刚好有只大象 看来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应该就是用这个推车 将尸体运出去抛尸的 探长这时想起 尸体被发现时只穿着一条内裤 那他的表演服很可能还在这里 果然 他们很快就在地上的垃圾桶里 翻到了死者的表演服 经过检测 衣服上有两滴眼泪 手推车上还有一个指纹 比对结果显示 指纹是来自马戏团的训手师老白 探员立即找到老白问话 对此 老白解释说 手推车是用来运送道具和大象食物的 而自己作为训手师 每天都会使用它 上面有自己的指纹是很正常的 并且小推车一直就放在筹备场 谁都可以使用 眼看老白狡辩的也十分有道理 警方只好采集了他的掌纹和权印区 和死者身上的淤青做比对 结果显示 两者并不匹配 说明他不是凶手 就在案件即将陷入僵局之时 探员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他们在箱子上面检测到了一种红色的粉底液 而马戏团里 只有小丑每天都会用到大量的粉底液 于是 小丑演员被带回了审讯室 探长拿出死者身上的伤痕照片 臀部的淤伤和小丑使用的道具拐杖十分吻合 面对探员的指控 小丑承认 自己当天确实打了普朗特 因为他打翻了自己表演时要用到的颜料 差点害自己丢了饭碗 于是他就纠集了几个小伙伴 将死者绑了起来 小小的惩罚了他一番 但自己只是用拐杖打了他的屁股 并没有杀他 与此同时 见证科的同事检测出 死者的表演服上有粉底灰 而马戏团里 唯一要用到粉底的就是金三 警方立即提取了他的掌纹和权印 竟和死者身上的伤痕一一吻合 面对证据 金三只好交代说 普朗特勾搭自己的女儿 自己是不可能和仇人结亲的 于是 就出手警告了他 但绝对没有杀害他 法医也证实了金三所言非虚 因为普朗特骨骼惊奇 皮肤也十分柔软 身上的伤可能是很久之前就造成的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衣服上的眼泪了 探长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找到金三的女儿 也就是死者的女友 面对各种压力 女孩承认了一切 原来他们的恋情被父亲发现并拆散后 两人都十分的难受 在一次表演完后 女孩看到普朗特缩在箱子里一动不动 他自杀了 女孩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普朗特 于是在一旁伤心的哭泣 突然 他一下意识到 自己就在尸体旁边 肯定会被当成嫌疑人的 考虑在三后 他扔掉了男友的表演服 将箱子锁起来后 用推车推到了沙滩上埋了起来 最终 女孩以故意弃失的罪名被逮捕 案件到此真相打败 普朗特对女友一片真心 但女友是真的爱她吗 从她如此草